另外來看的是在雲林虎尾鎮長 麥寮鄉長的明天 馬上就要進行補選囉 這次呢看起來是一個小的補選 但是呢好像影響會很大喔 大家呢各黨都是卯足全力的 民眾黨主席柯文哲特地陪同了 他們黨提名的麥寮鄉長候選人 林英里來車嫂 除此之外呢民眾黨立委們 還有台中市議員江樹和也 一起來補選 這陣仗看起來非常大喔 更進入內容連線記者 陳欣怡告訴我們 阿姐觀眾趕快帶您關心啊 今天明天呢其實就是這個雲林的 這個鄉長的這個選舉啊 在麥寮鄉鄉長這邊的選舉 但是柯文哲呢特別大陣仗的 帶著這個民眾黨的這個 相關的這個成員呢 其實今天在最後一天呢 其實還是努力的車嫂喔 可以看到呢其實包括了 像是台中市的議員 或者是這個立委呢 其實都下來的來跟他一起 來進行車嫂跟輔選 算是非常的力挺這一次 看中這一次鄉長的選舉 來聽一下稍早這個訪問 大家好 拜託喔 謝謝 謝謝 來來來來來 來 各位師傅 大家好喔 跟拜託大家 他們可以聽到喔 其實呢這個柯文哲是表示呢 其實在今天晚上呢 稍晚也會有一個這個選前之夜啦 不過呢這個因為這一次呢 鄉長選舉 總沒有這個民進黨提名的人 等於說有點算是這個民眾黨 跟國民黨在相較 而在這個當時呢 這個2024的總統大選的時候呢 其實柯文哲的這個得票率呢 在賣寮呢算是相當的突出喔 是以百分之三十三左右勝出 因此呢這次我們要賣寮箱的 香港選舉也是大家是非常看好 有可能呢就會讓這個民眾黨 有沒有可能可以守住這一席呢 其實大家也非常的關注 就是要把時間盡頭交還給棚內主播 這次雲林現賣寮箱的補選呢 大家說細卡都民眾黨也派出了 台灣的人選來對決 前立委蔡壁如是不是來助選站台呢 意外掀起民眾黨內的茶壺風暴 同黨的台主事議員林真語呢認為說呢 這是蔡壁如求好心切 大家不要放大檢視 而立委張祺凱呢則是透露說風暴已經過去了啦 蔡壁如今天晚上是會現身賣聊的 這個政務官他們是在下了班以後可以去浮血 可以去幫忙 所以蔡壁如今天是可以去的 那可是因為是政務官 不能公開 不能夠上台 駐降什麼的 所以我就要解釋清楚 所謂的什麼茶屋裡的風暴 事實上不是 只是他沒辦法上台而已 就有人看了那個海報 不是說給他穿小鞋 不是讓他上去 那本來就是一個規定 那第二個更重要的 事實上他在那邊是有影響力的 事實上這幾天他也已經去幫我們這個 提名了這個黨的獲潛 這個風暴應該是已經過去的 今天晚上大家可以看看 蔡壁如在這個賣聊的現場可以出現 壁如姐在這個部分 比較求好心切一些些啦 因為每一個人都希望可以盡自己的力量 來去撫選我們的同黨同志 我覺得這個是 就像我們之前也是我們雙北的議員 大家一起都到了賣聊 來去支持我們的林伊利 那在這個部分其實我個人是覺得 因為我們自己都當過政務官 我們都在市政府服務過 其實我覺得在這個部分 就要很小心 而且要擔心的一件事情就是 因為秘如姐現在他畢竟 就是台中市政府的市政顧問 那在這個部分有沒有可能 又被不管是藍營也好 或者是綠營也好 是不是今天秘如姐又上了 我們所謂民眾黨的海報 是不是你要說 你寄身台中市政府 你寄身什麼什麼什麼等等的 所以我覺得大家其實 每一個人的情緒選擇難免都會有 那當然對於秘如姐來說 因為畢竟公職身份 秘如姐他自己也很清楚 所以我覺得在這塊 大家也不用刻意的去放大檢視 因為畢竟這是我們的家務事 所以我覺得刻意的想要見風插針的人 真的神神利器 不在那裡 但我讓你試一下 我們可以看到 讓你練習一下 然後打開 封改靜的 部門 一次 那都可以